高雄左營分局的遠景在巡邏時 發現一台車怎麼開的這麼慢 而且你一邊開車子還一直搖搖晃晃 準備要去藍茶時駕駛是加速逃逸 沒想到他自己在高速轉彎的時候 去撞上路邊的轎車 所以呢 這遠景就把嫌犯給拉下車 果然在他車上找到毒品 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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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被壓制在地上 遠景隨後也在車上找到搖頭丸跟K他命 有二級毒品搖頭丸粉末一包毛重四公克 三級毒品K他命五包毛重獄十八公克 轉役分局的遠景在巡邏的時候 發現這一台休旅車開的速度過慢 而且車身不停搖晃 要求對方停車受檢 但是駕駛卻是加速逃逸 遠景展開圍捕 後來這一台休旅車 自撞路邊轎車才停了下來 休旅車的駕駛跟車上乘客 不但被依毒品罪移送 在逃逸的過程中駕駛多次闖紅燈 一共有14項的違規 警方也將開出超過四萬元的罰單 而在鳳山 則是有駕駛開在路上 卻發現有黑色轎車逆向 朝他一面開來 嚇得他連忙閃到旁邊 後來這台黑色轎車撞上另外一台車才停了下來 兩台車的駕駛都受到輕微擦傷 遠景道場酒測 兩個人都沒有酒駕的狀況 到底為什麼這名駕駛逆向開車 駕駛也說不清楚 是不是對警方有所隱瞞 車禍的原因 現在警方也還在調查釐清 對警方有所隱瞞 對警方有所隱瞞 對警方有關